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不幸的被屠戮满门 幸运的也要装疯卖傻了此残生 而在三国群雄逐鹿的年代 常山赵子龙却成为了这个罕见的优秀将才 善事善终 传为佳话 岁月不饶人 曾经光耀一时的英雄人物 也会有老去的一天 赵云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比起关于兵败被杀 张飞被暗害 赵云算得上是善终的 正式记载和三国演义描述的只是些许出入而已 依说是寿终正寝 根据正式记载 赵云是寿终正寝而死的 意思就是自然老死的 生命自然走到了尽头 在乱世中 能够寿终正寝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有的人在战场上被敌人杀死 有的人受人迫害被陷害致死 有的人被暗中刺杀而死 有的人忍受不了战乱自检而死 可以说包括三国在内的战乱时期 能够寿终正寝的人屈直可数 一说是病死 大敌是觉得病死或老死太过于平淡 波澜不惊 配不上赵云这般英雄人物 导致赵云之死历来众说纷纭 甚至猜测他可能死于妻子的绣花真相 荒诞至极 赵云之死引发众多猜测 究其原因是典籍记载的缺失 与刘北惺惺相惜 群雄分歧 诸侯互相征战 公元191年 公孙悦仲流逝而死 公孙赞将弟弟的死归罪给了袁绍 举兵讨伐 也就是这时 在袁绍常山郡部的人准备弃暗投名 推举赵云为领头 起袁绍而投奔公孙赞 即使当时天下打乱 谁是明主尤未可知 但赵云明白此人绝不会是袁绍 明主首先要有仁政 所以赵云决定在公孙赞身边关了 并跟着他四处争讨 也是这时候他认识了同样投靠公孙赞的刘北 二人一见如故 公孙赞是有英雄之名 而刘北却有英雄之识 刘北为人侠甘义的 又颇有领袖风凡 二人在协助公孙赞抵抗袁绍的时候 建立了身后的友情 惺惺相惜 风云际会 二人没有点破彼此心中的想法 却在暗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共闯一番英雄伪业 赵云跟随公孙赞的过程中 发现他徒有虚名 并不值得跟随 他便在兄长去世后 以扶桑之名请辞 公孙赞未曾疑心 而刘北听完后便知道 赵云不会再回来了 拉着他的手欲说还休 连连感叹 赵云见此情景 留下一句话 终不悲得也 公元二百年 赵云和刘北在夜城相遇 感情好之 同床棉王 赵云甚至私下征兵买马 以刘北部下名义调兵遣将 二人神交已久 并不需要什么言语和势力 赵云就从此时追随刘北戎马一生 赵云为刘北做的贡献 两次就流缠 赵云最出名的当属长板破之战 当时刘表去世后 其小儿子主动向曹操投降 让刘北措手不及 刘北只能率领一些自愿跟随的将士 携带家眷往江陵逃窜 曹操大军步步紧逼 在长板破附近 刘北迫不得一只号将夫人和强宝中的流产舍弃 其而也因此落入到了曹操手下曹纯手里 刘北和赵云走散 不知去往何处 此时便有人告诉刘北 亲眼所见赵云骑马朝着曹操的阵营方向奔去 想必已经是投靠敌人了 刘北听到此话十分愤怒 要严惩那告状之恩 刘北信誓旦旦 子龙不会弃我而去 事实上 赵云确实是朝着曹操方向奔走 只不过不是为了投靠 而是去营救刘禅和刘北妻子甘夫人 赵云深入曹军包围圈 鼓身杀死曹操明将五十多人 砍倒两面大旗 在他的一路掩护之下 甘夫人和刘禅才能平安无恙地出现在刘北面前 这一旦让赵云名声大振 也成为历史上孤身作战的典型案例 第二次营救刘禅 是赵云为刘莹司马的时候 因为刘北的孙夫人 趁机将刘禅带走 赵云和张飞一路飞奔 才将险些再次落入敌手的刘禅救回 两次恩仲如善的情谊 即便是被后人认为无有阿道的刘禅 也在赵云去世后再次追风 并称无赵云不会有刘禅 一生无败计 一身是胆 赵云之威梦不是一枪孤用 也非莽撞无知 而是兵型轨道 兵法是实践结合 进退有度 余下有数 他是天生的将才 出兵必身先士卒 推在最后 他是士兵最后的防线 也是士兵们的定海神针 因为是赵云 所以他的兵从不胆气 在诸葛亮对马苏寄予厚望 却痛失接停时 其他部队人心涣散 唯独赵云之队伍齐整整 士气如虹 诸葛亮对赵云大为赞赏 赵云心中有宏大格局 所谓心底无私 天地宽 赤匹之战后 刘备听说想敌赵范的 寡嫂果色生香 天生有物 有心许配给赵云做妻子 但赵云坚决不肯为美色所有 他告知刘备 赵范人心还未定 且为同性 他嫂子便是我嫂子 如何能辞苟且之事 刘备平定一周 想将此地的良田 分封给朱江 作为得力者的赵云却率先反对 以获取病匈奴 未免何以加为劝告刘备 要想对将士们分封不如等乱贼平定之后 眼下当务之急 就是还土地给百姓 让大家安居乐业 随后再从此的征兵 方位上策 争夺汉中时 黄中等劫曹军两草被围 赵云杀入重为救营 救出黄中 救出张中 退回本战 曹操亲率大军紧逼 赵云大开营门 眼齐息鼓 带敌又扶兵后腿时 他又令士兵骨脚齐鸣 喊声震天 功努尽射 曹军自相残塌 坠入汗水者不计其数 刘备第二天视察战场和营战 惊叹道 子龙一身都是胆 此战之后 赵云在军中被誉为虎威将军 就是这样一位将帅之才 他的死亡同样留给后人不少谜题 在史书中只记载了寥寥几笔 并未说明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民间有传说 赵云死于妻子的绣花针 赵云一生身经百战未尝败继 在洗澡的时候 妻子见他没有一处伤痕 妻子开玩笑称自己可以让他受点伤 于是就拿了根绣花针 往赵云手臂上扎了一针 结果赵云的血就一直在流 怎么也止不住 最终失血过多而亡 当然 这只能是一个传说 毕竟 常年习武之人 身强体壮 肉操而后 并非一根绣花针就能达到 而真正的赵云 是无虎将中最后一个辞世的 在当时的年代已经算是高手 越是平常越是说明他事善终 无再无患 寿终正弃 赵云死后 诸葛亮曾垂胸顿足打哭说 子龙申贡 国家损一栋梁 我是一笔 赵云的去世 是因为在希望被磨灭的情况下而走的 对于赵云来讲 他的一生都是在为自己的理想而战 他曾经投靠公孙赞也好 或者是投靠刘备也罢 都是为了寻找施行人证的地方 第一次北伐战争 赵云以为他的理想马上就要实现了 但是没想到一切功亏欲愧 赵云年事已高 他没有多少的时间再去等待 在无尽的悔恨 以及毫无希望的情况下 赵云就这样离开了大家 人生在世 最怕就是毫无希望 有的人纵然身处黑暗 但是始终一心向阳 那是因为他热爱生活 并且有活下去的希望 但是有的人纵然朝气蓬勃 可是生活如一潭丝水一般 积不起任何涟漪 生活在暗无天日之中 一手将赵云的希望磨灭的人 就是诸葛亮和马素 所以这两个人给了赵云致命的打击 也是让赵云去世的最直接原因 其实 读三国演义的时候不难发现 赵云身上聚集了所有美好的东西 他身长八尺 自言雄伟 他武功高强 战功显赫 他终于善良正直 千百年来 赵云的名声一直很好 受到人们的敬仰 被世世代代称索 与其说赵云这样的人吸引了后世 不如说是人们成就了赵云 人们心中渴望有一位完美的将军 于是他们便把希望寄托在了赵云的身上 将赵云塑造成了一个理想的模样 间面的代表 从事室中渴望 赵云nor 赵云造成了一位可 赵云造成了三位可 应该可以给大家发现 判离 打赵云造成了一位可 复云造成了一位可